大家好 我是叉燒仔 我所處的位置是香港尖沙咀雷敦道 現在的時間會早上的五點零九分 換個鐘之後 今年的第一場渣帶馬拉床將在這裡舉行 渣帶香港馬拉床為香港一年一度的體騰城市 由香港田律中會駐辦 今年的渣帶馬拉床一月被網 持有拳馬半馬十公里 十公里輪椅及輪椅體驗組五個組別 所有組別均以維引為終別 今年的賽事已是傳媒會複製疫情水平 參賽的名額超過700個 除了渣帶香港馬拉床比賽 同場舉行計還有第19個亞洲馬拉床錦標賽 要近45個國家及地區的頂肩投手前來參戰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到尖沙咀尼敦道起點 主持馬拉床挑戰道的起跑禮 香港著名藝人周润發亦參與半程馬拉床賽事 很開心見到很多長者一起跑 香港人到處理 同場舉行的還有 豁別五年的領袖杯 特區政府場景司司長陳馬波 以及立法會議 霍恵哥和他的妻子參加 清晨60分左右 已經有第1位參賽選手衝刺 來自北京的陳宇凡 以30分58秒的成績 認得藍智10公里挑戰組冠軍 本家測試最快的中國香港選手 王烈津 以2小時23分23秒的成績 完成全馬 全場排名第15位 全程冠軍 最終被來自哈密亞的選手 安達山展王 他的成績是 2小時12分21秒 大家好 現在我在渣打香港馬拉雄的終點圈 在這裏我和幾位跑者聊過 他們都很滿意今天比賽的組織和比賽的氛圍 和今天的天氣情況都相當理想 有好幾位跑者都說很滿意今天的比賽成績 大家都跑得很開心 我覺得全部的咬手的成績都會好過舊 香港的賽道 沒來之前就是網上都是說的是亞洲第一魔鬼賽道 然後今天跑了以後 感覺這個半馬可能還要好一點 有機會要體驗一下這個全馬 第一次很幸運 來到第一 還有第一次可以看到 看西水出來看 可以看到日出 我很感恩 因為這次的天氣很好 我自己也有天使給你的人物 都有